星級會客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萬寧 汪萬寧 資深傳媒人 中環娛樂圈四十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她的好朋友 可謂相識滿天下 今集請來的嘉賓 有資深演員爆起靜 她會說一下為何三十多年來 只效忠一個電視台 很無人 但是東監不打打西監 跟救星無關 也是,我希望從一而終 飾演過無數次媽媽的角色 鮑姐說最難接受的是 做哪一個媽媽呢 當時真的三十多歲 她說是多少歲 四個兩歲… 爆起靜,人稱鮑姐 1949年出生 1979年加入麗的電視台 直至2012年若滿離開 2009年榮獲電影金像獎影後 是一位出色的電視電影演員 這個 Geekies 好,Vol 真是 我認識了你多久 我一直等Vol 約我訪問 終於等到,好可憐 我上次吃飯我將會有 因為你要自由身才能上維包 雖然你是維包的忠實支持 沒錯,真是 broadly,家中都只說 開電視,多數都是看維包 為什麼?為何你最喜歡維包什麼 為什麼?我比較喜歡她 不知道, 因為覺得是新設 由一開始就已經… 一開始就立刻… 是的, 多數是, 新聞特別是… 喜歡看, 喜歡覺得好像很自然 好像是代表香港的一個台 說新聞 八爺, 你什麼時候開始 已經不是亞時的忠實總統? 其實我跟他沒有簽約 也有差不多兩年, 兩、兩年 但是聽說無線要找你 三番四次找你, 約你喝咖啡 那天你老公的方便告訴我 我老婆很奇怪, 喝咖啡也不肯去 為什麼呢? 我這個人比較舊式的人 是古老人 但是東監不打打西監 跟舊式沒有關係 也是, 我希望從一而終 但是你又去拍華為基 我離開了亞時 就是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就去亞時, 你明白嗎? 我從電影一開始就… 1979年就去亞時 1979年就得到 去麗丁 李時雄那時… 李時雄那時真的找我去亞時 拍《大地恩情》 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很多個關 他這樣幫助我度過很多個關 你明白嗎? 度過什麼關? 譬如度過什麼關呢? 譬如電影不是做花旦嗎? 做女主角 好, 到你三十歲的時候 是不是就好像… 以前來說, 三十歲… 好像很老一樣 真是老, 那時真的會… 三十歲還在扮演女主角? 好像有點兒那角… 不像現在, 四十幾年還是一枝花 但以前是不行的 所以正在電影開始… 你已經要結束了 這個檔案已經好像… 如果你要做女主角, 你要結束 你自己要自動… 你自己知道自動消失了 這個時候可以讓我自然地… 過度去到… 心情也會… 簡直是開心 但當時我想問長誠是怎樣的 譬如你三十歲的時候 他有什麼讓他… 我不會讓你… 因為他有沒有提醒你 你三十歲了 對, 你知道以前… 其實不會這麼說 但你知道了 一代一代的訓練班就來了 然後什麼… 你演演、劉雪華 那些… 你就會知道… 受到威脅了 他曾經知道有一部… 例如巴士忌樂儀那時 可能一包也能做的 但後來, 不好了 當然是李彥彥和方平做的 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很明白 你要退下來的那個感覺 很自然的感覺 很自然的, 你自己會知道 是不是? 所以是否因為這樣 你對阿士有… 自然過度 令你對阿士有很深厚的感情 一方面是我自己在人生中 我覺得很自然地 去到一個新的環境接受 新的工作、新的挑戰 第二方面, 我去到阿士 我的感覺是真是… 跟長逢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有家庭式嗎? 他有一個人情味 你會覺得很濃厚 因為當時阿士可能是… 可能我的人就是… 習慣了處於一個劣勢的環境 我永遠都是… 我永遠都是… 我公司又會比別人差 我做阿士可能亦比不上當時的無線 但是人的心就是這樣 你若是在低的地方 你越會有奮鬥的能力 你試試去到很高 去到很安樂、很安穩的位置 你就會覺得 今天是不是可以早點下班 是不是拍完這個就可以了 導演, 你不要多加多多長 那些…基本上… 你劣勢的時候 你會知道… 你就會知道大家會有一個… 冷靜一點, 好好地看 同甘共苦、共度時間的一個心 我的朋友給我告訴你 我想問, 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自己經常都在一個劣勢的環境 是怎樣令你有這樣的想法 起碼我沒去過TVB 就已經沒去過一個旺的地方 你不去而已 請她喝咖啡, 你也不去 譬如說, 如果你現在去到TVB 一定很受歡迎 很多劇集拍的, 拍到你不拍 不是, 事實是… 離開TVB,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可以慢慢退休了, 是不是 所以又不想再投入一個 很戰鬥格的一個… 就是太辛苦了 是的 包姐自認是一個念舊詳情的人 不過對於電視台經歷過多番轉變 她也有一番感受 她也有很多人情味 亦很薄殺的電視台收視也不太差 為什麼一直這樣媚放如下呢, 為什麼呢 你自己在裡面一直三十二年的工作 你會不會比較能夠看得到 或者分析到她究竟的原因是什麼呢 失敗的原因 如果你說那個原因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是在於高層 就是換了這麼多電視台 我真的會覺得是的 譬如你說, 譬如邱德根先生 為什麼他們兩個人在朱利亞時的時候 感覺上會比較成功呢 當時甚至可以有時真的做到三七的 真的可以做到這個局面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是搏殺的 他們是親自投入 是希望有所作為 希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會被觀眾欣賞到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要肯這樣做的話 那你下面的人 就可以全部配合那個老闆的意義去做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譬如說當年的何守信 他們都很紅 匪姐很紅 他們都給草金 就去亞時表演 但是去到一個舞台 又變成會比較借了 他們發揮不了他們的能力 其實舞台是否比較重要 當然是比較重要 但其實他們沒有借 像譬如何守信那樣 B哥那樣 他在TVB是這麼光芒 其實他來到亞時也是一樣這麼光芒 只不過在那裡七分 這條三分就這樣削了 所以他自己來說 他不會有任何的退步 或者做得不好的事 只不過是 那個收視 那個桌子的收視 萬事收視 他剩下了三分 他在那裡可以七分 鮑姐, 譬如說你30歲 就進入了麗的 就開始做了媽媽角色 我想問你究竟做了多少次媽媽 你是不是算不上 算不上, 每一步都是 對 哪個最大年紀都在做你 你都叫你媽媽 叫我媽媽 就是各個角色裡面 各個角色 其實最大兩個是劉永和Ken哥 我記得當時我去拍秦之王 接著帶你恩情之後 我再回去拍秦之王 做劉永的媽媽 我當時做劉永的媽媽 當時真的三十多歲 我問他, 劉永幾歲 我叫我兩歲, 我叫我四十多歲 我叫我媽媽 我叫做媽媽 會…當時真的行不行 不過電視劇一定行 你寫的劇, 寫你是媽媽 你就像媽媽 你就像媽媽 接著就是做Keng哥的媽媽 肥貓正傳 那時候Keng哥… 但當時比較好 因為我自己也是五十歲 雖然Keng哥小了我兩歲 但不要緊, 他要扮小 不是我, 要扮老 你不明白 Keng哥要扮小肥貓 他要做年輕的肥貓 我仍然是我的媽媽 所以我就會自然一點 還有, 包姐 你演一些比較… 家庭環境比較學劣 或者需要很熬的 很艱苦的媽媽 好像… 比較入戲 你自己也說 如果叫她演過父家太太 我真的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先說我已經窮了 我說我已經有錢 我記得中環四海 演過有錢的 很好笑, 我當有錢太太 當淘大宇和葉德閒一起 葉德閒是她的媽媽 就是搶回來的媽媽 就是很有錢的李太 很可憐 如果當有錢太太, 原來真的很辛苦 是嗎? 怎麼辛苦 對, 首先第一, 你不能自己化妝 我很喜歡自己化妝 因為五分鐘就完成了 你平時… 甚至可以不用化妝 你做窮的, 你要什麼化妝 好了, 你一定要化妝 最慘的是還要吹頭 吹頭還要設定頭 我就覺得… 我坐在那裡覺得自己有點傻 我喜歡做窮的 窮媽媽 窮媽媽是很舒服的 怎麼每個人都喜歡做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